這兩個警察 對我來說就是 他其實要傳達的是 其實這個警察 他一直都是想要做大事 所以一開始他聽到 要抓這兩個 就是強姦的高中生的時候 他其實很興奮 他是比女警還要興奮 他其實一輩子沒有感到什麼大事 他是非常緊張到 他會表情按到開槍 他一直都想概念大事 但他真的抓到了之後呢 上司打給他 然後他跟上司說對這兩個高中生的時候 上司就說那你不用送回來 直接送去新歌的海神店就好 從這一刻起然後碰到後面兩個高中生 然後要這個熱情的 對未來充滿熱情的 小女警的時候其實他就把他 加入這個社會以來 可能二三十年的行程都展現 你覺得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是好人 但真的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你會為了朋友 然後犧牲自己嗎 還是你會最自私的那個人 但沒有碰到問題的時候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好人 我一定會怎樣怎樣怎樣 我一定可以犧牲我一定會愛你什麼什麼 我生病了你可以離開我覺得不會逃遇 但真的發生了其實 我覺得絕對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人能到百分之八十的人 我覺得要從想從他們的 當作一個社會觀察的切入點 然後去訴訟這件事情這樣 謝謝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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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最後一個問題啦